3、2、1 怎麼那麼動啊 今天我們來到煉車計畫 我們今天要來騎一條算是陽明三系當中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煉車的 因為它算是一路都是緩上坡 而且你要隨時加碼或下滑 有蠻多路可以選擇 我們現在在士林中正路上的麥當勞 從這邊出發 然後我們目標要從行義路 一路上到小油坑 那途中會經過敦旭工商還有陽明三花鐘 那我們就來進行今天的煉車計畫吧 GOGO 好我們已經騎到了行義路的路口就在前面 等一下呢我們準備右轉就開始上山的爬行 那這段路程大概2到3公里過程中 爬升只有100多公尺 那今天呢我要來挑戰一下我自己在這條路段的紀錄 大概是10分50幾 可是我看了Strava上面的前10名啊 都是5分多、6分多、7分多的神人 我今天的目標希望可以騎到10分內就好 看到9的數字我就很開心了 等一下右轉上去之後 就一連串的開始上坡 我們就準備挑戰開始吧 這邊是起點 終點在敦旭工商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GO 6、5、4、3、2、1 GO 紅燈暫停20秒 等一下摳20秒 3、2、1 GO 稍等 保存一下 1、 好 哇 衝太快了 心率暴增 現在是9%路波 有點喘啊 我可以吃嗎 陽雨 搭配 雞 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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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終於休息了很久才回生 我剛剛這段冷空氣太多超級想吐了 但是成績呢 應該是有小小破最佳啦 但是最終成績我們到山頂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一個目標點是要到陽明山的花鐘 現在是下午12點了 不知道還有有沒有阿婆在那邊賣一些東西可以買 我們出發吧 每次騎過敦續工商之後下面這邊 就是一片溫泉 哇這個風 應該是附近的溫泉店家都是從這邊拉水線吧 那邊看到超多溫泉的水管 下一個點是會一直騎在像是這樣山欄旁邊的 我記得我們是要騎到對面去 然後到陽明山的花鐘去 我們下個月的面是下山的水管 然後再給大家看 這一個風格是明不早的 我們下水管 這個風格就入了 從來 我去過ę 這裡 有一個風格 這裡路大概都是維持2-5%的這個微微上坡 算是好騎但是也容易抱的路線 因為你可能會不自覺的想要衝快一點 但這個路啊幾乎都是一直緩上 大概3公里的路程爬升150左右 很少但是就是這種路段更容易爆掉 快到那個應該是消防局了 算是一個中間的休息點 在這邊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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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騎車的時候很漂亮 這邊會全部都是櫻花 現在看到的這一片 全紅 然後前面就是花鐘了 哇 哇 這麼多 哇 我們從陽明山化中出發到小油坑大概還有6公里 爬升大概400公尺 現在這邊的海白已經500公尺 剛剛那邊的山下真的有比起來喘一點 而且氣溫明顯下降很多 看起來雖然太陽很大 滿冷的耶現在 現在坡度大概都在8-10% 好 很快 很快 好 很快 這事 很快 很累 這段出了剛剛那個陽明書院之後 就比較明顯是陡上坡 平均大概坡度在8-9% 然後這邊車是比較躲隨大家騎的時候要注意安全 還剩了大概4公里左右 稍微下坡後接下來又是一段有一點距離的上坡 真的是一個練上坡的好地方 YES 到了 來了 抵達終點 小油坑到了 YA 我們到小油坑 我們剛剛最後一段騎上來原本停錯路 但發現小油坑是我們上次來爬山的地方 我們最後完成距離大概是21公里多一點點 小油坑天氣超冷 而且現在在山上這邊太陽看起來超大 後面完全是陰天耶 那我們剛剛騎乘成績在第一段大概騎了9分尾 然後10分出頭 突破我們自己的最佳成績 因為上次紀錄是10分50幾 那這次是9分尾到10分出 這條路線就是想推薦給大家 平常如果你從中山北路那邊出發到一路上來 我覺得都是算緩上 那不會到非常吃力的狀態 那整段路程當中 我們剛剛這樣騎了21公里的過程 大概爬升的距離 來到了 看一下 海拔總共上升的距離是 809公尺 所以你在參加像西近屋林或東近屋林這種爬山賽事之前 你可以來這邊多爬幾座山 那對於這樣的訓練 在21公里當中 爬升大概是800多公尺算是可以接受的狀態 那訓練成效我覺得也還OK 因為時間不會太長 那接下來就下滑 那記得如果現在秋冬來 記得穿個小背心或外套比較不會冷 如果你最近對於爬山訓練方有興趣 可以從行一路出發 一路到花中最後上到小油坑 甚至你想要加碼 這邊到冷水坑 大層山 附近都還有超級多條洋民山系的山路 可以供大家做選擇喔 好啦 我是你的家楊卓瑞 那我們就準備下滑啦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拍 diving 拍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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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